大家好 今天是8月11日 市已經開始步入8月份中旬 從走勢來說有少少突破 因為今日指數最高見26822點 即是等同突破今個月4號高位26650 即是8月份在先低後高形態下 指數暫時由2號低位25743 升到今日暫時高位26822點 波幅輕輕擴闊到1079點 還有一件事 高位的時間指數進一步突破20天線 如果你懷疑收市那刻指數能夠穩守10、20天線流上 技術上、形態上進一步在上網 一定是250天線 大概27263點 當然成交金額配不配合也比較關鍵 無論如何這陣子只是一個反彈市 暫時來說不是一個新的升浪開始 至於股份那方面似乎傳統的股份 舊經濟股開始慢慢慢慢回暖 大家看看水泥的板塊 包括安徽海鑼水泥 3323中國建財和淮潤水泥 都是漸漸升低位 還有有少少好像組成一個升浪 勢頭 其實水泥股的板塊 大家也要留意 因為第一 股值是低 單位數字 市盈率 息率亦相對比較高 如果不介意 稍微中線少少部署 我覺得 差點在手 問題應該都不會太大